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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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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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再也不让别人碰我坠子 苗老头冷酷道 去你爹娘排位前跪两个时辰 好常常记性 说完 白手让苗刚出去 跪在爹娘临位前 苗刚想了很多 爷爷讲为国为民 玄乎济世 助人为乐 教他做一个善良的人 努力挽救一切生命 这很好 但必须有一个前提 硬把亲人朋友们的想法考虑进来 从即是起 爷爷提命面让他记住 一定要护好挂在脖肩坠子 那是爹娘遗物 是他的错 将折磨珍贵的东西随意给他人 想到爷爷就急发坐视痛苦的样子 苗刚忽然想到自己今后要走的路 他想跟着江叔叔学医 治好爷爷 让爷爷不再被病痛折磨 长命百岁 正兴奋在脑海里计划未来的苗刚 我发现 他救下的那只小松鼠 此时正趴在门槛上 眼睛滴溜溜溜看着他 一刻钟后 小松鼠晃晃悠悠到苗刚面前 挨着苗刚的膝盖蹭了蹭 苗刚伸手捏着小松鼠后脖梗 跟他对视 原来你还没离开啊 我也不能白白俺爷爷的训 你以后就跟我一起生活吧 小松鼠像是能听懂似的 滋滋滋的叫唤 苗老头同意苗刚学医 但也提了自己的要求 学透君子六亿 社和谕必须每天练习 成为佼佼者 苗刚有些不情愿 学习君子六亿要花很多时间 他哪还几得出时间学医 那得猴年马月才能学成至爷爷 苗老头狠狠瞪着苗刚 有的必有诗 你自己衡量取舍 用心什么都阻挡不注意 从此 苗刚开启学文学武学医的生活 二十岁的苗刚 已是俏公子 他身姿挺拔 眉目俊朗 是镇上闺秀门 梦寐以求的好夫君人选 当然 他的医术也已出师 在城中开了自己的医馆 成了苗老头的教诲 每月都会免费给 百姓议诊一次 抓药半价 这日议诊结束 天已半黑 苗刚告别做唐大夫和学徒 匆匆赶回家收拾好行囊 顾不上罗伊罗主动挫上来的小松鼠 便静止朝药师而去 急切推开门 苗刚看到江平在昏黄的光影里作着年草药 他大步上前 扑通跪下去 就是三个十大师的巷头 拜完才看着江平开口道 师父 蒙龙山那三株十年才开花的草药 过几天便成熟了 我得去一趟 明早起成 大概半月后回来 这段时间拜托你照顾爷爷 江平皱起眉头 停下粘草药的手 烦躁到 蒙龙山凶险异常 各种虫以蛇鼠 狮子老虎 你双全难敌 怎么上山采药 苗刚羞涩摸摸脑袋 红着脸答 我的武功不说全天下第一 金钱师总该够阁吧 你另外还教了我读 应付蒙龙山的动物足够了 江平着急 声音陡然声高 你三年前去 有你梁师傅那个天下第三的高手陪同 回来时都满身是伤 躺了整整一个月才能下榻 你哪来的自信 这次单独行动 可以平安归来 咱再去别处找找 你梁师傅前些日子 不是来信说草药有眉目吗 再等等行不行 苗刚 苦涩的摇摇头 声音低沉难过 江师傅 爷爷的毒越来越深 我怕来不及 苗老头的身体确实大不如从前 原先 框框框框砍竹子边各种竹篮和搏脊 使不完的牛进 现在是一点使力气的活都干不了 他身体里的毒本是每月十五发作一次 如今已是每月发作两三次 想到这 江平心里一针难过 苗老头那样一个护国护民的人 怎么都不该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 他一用尽自己毕生的一生 仍旧不了苗老头 这是一想就让人窒息 沉默半赏 江平问 你爷爷不阻拦 苗刚心虚的扯了扯自己的衣袍 笑得讨好 我跟爷爷说要去外乡 治办一批草药 师父你要替我保密 记得别说漏了嘴 江平重重拍了拍苗刚的肩膀 嘱咐 小刚啊 安全未先 一定要完完整整回来 苗刚本来想自己一个人去的 走半路才发现小松鼠跟来了 想将它撵回家 没想到仓鼠软硬不吃醒 迈着不走 苗刚只好带着他同行 也算有个半 与三年前相比 这一次上蒙龙山相对轻松 因为苗刚无论武艺还是独树 都更加精进 虽然受伤吃了苦头 但都在可承受范围内 最重要的是 采到两株正开花成熟的草药 身上的伤好些后 苗刚迫不及待往家赶 快到镇上时 遇到一个伤痕累累的少女 无论是爷爷对他的教养 还是出于医者救人一命的本能 苗刚都没法见死不救 乖乖趴在苗刚肩头的小松鼠 脚用力一蹬跳到地上 用牙齿叼住苗刚的裤脚不让动 苗刚无奈叹气 蹲下身揉着小松鼠的头 温柔开口 琥珀啊 你不让我救她是担心我吧 怕我跟这姑娘有身体接触 被人看到说闲话 我是治病救人的大夫 不能不救 别人的闲言随于我不会放心上 你别担心 小松鼠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 就是不松口 苗刚捏着她的脑袋 使巧劲让她松了口 她安慰小松鼠 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捡人回家 上次捡到的小少年 估计现在还在家里陪爷爷下棋呢 就当给爷爷积附 小松鼠似乎不赞同苗刚的话 急得滋挖乱叫 苗刚没理会 掏出急救包走向少女 却被愤怒的小松鼠咬住了手指 手于大夫而言 是最重要的 小松鼠这一口 虽说不严重 但若处理不当 不小心感染 后果不堪设想 苗刚动了怒 甩开小松鼠 平时你不是很聪明 很听人话吗 在魔岛危机关头 反而开始无理取闹 刚刚的道理我是白跟你讲了 小松鼠被摔疼 凄厉地叫个不停 苗刚狠狠心没去查看 想给小松鼠一个教训 便直接去救昏倒的少女 把脉后简单施了针 苗刚背起少女就走 小松鼠见苗刚没哄他 委屈巴巴跟在后面 到家后 苗刚交代完煮饭的刘婶 让他帮少女擦洗 换一身干净衣裳 再抹药 说完急匆匆往院子走去 他把采到的两株草药 栽在院墙边 就一头扎进药室 研制新药 生怕方法不对 浪费了草药 苗刚只敢摘两片叶子 先试试是否有效果 苗老头服了三日苗刚新研制的药 身体没有继续衰败 反而有些好的迹象 苗刚喜极而泣 恨不得昭告天下 江平神色复杂地 看着高兴的苗刚 让苗刚尽量低调点 苗刚不理解 这明明是喜庆事 为师摩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苗老头和江平对视 无言地交流 四世终于下定某众决心 苗老头领着苗刚进了祠堂 给祖先们上了香 苗老头指着祠堂里众多排位 告诉苗刚 我本是镇国将军 你爹娘也是有名的小将军 我们家世代忠良镇守边疆 为名赫赫 可惜功高盖主 专权帝王本就心存芥蒂 在被奸臣挑唆 在二十年前打蛮夷的最后一战中 本胜利在望的大军被偷袭包抄 你爹娘和两位叔叔 还有小姑姑已少胜多 最终战死沙场 我后来才知 那是帝王部的一场局 想给我们家岸上指挥 不当临阵脱逃勾结外地的罪名 哪知你爹娘叔叔们都是硬茶 反败未胜 我心灰意冷 叫除兵权自观 帝王却不放心 明着赏赐佳酿一杯 实则是毒酒 慢性毒 莫解药 要不是你江树的爹爹 是民间一毒高手 我可能早就活不成了 据苗老头所说 当时的苗刚连一岁都没有 若袭兮一个 庞府一不小心就会默契 琥珀镇风景宜人 温度适中 适合养身体 苗老头便抱着六个多月的苗 刚来了琥珀镇 明明苗老头是在金兰殿上 在众官员眼前喝下的那杯赏赐之酒 但帝王仍心绪难安 时常派暗卫暗中查探 确认苗老头身体确实在一点点衰败 在无耗令苗家军的体魄 为了活下去 苗老头才请江湖高手 暗中教苗刚文和武 且不到万不得已 不许苗刚暴露挥武功的事 生怕招来杀身之祸 多年过去 苗老头身体急速衰败 眼看着就要大陷将至 暗卫来查探次数才逐渐减少 若让暗卫察觉苗老头身体好转 那才是真正的大陷将至 与苗老头关系好的会被连累 苗刚后之后绝经出一身冷汗 有些后怕的问 爷爷 我刚才那摩激动叫喊 会不会已经被暗卫察觉到了 苗老头有些好笑 小刚 你别草木皆兵 暗卫察看可不单单是近距离观察 人家还要从周围人口里打听呢 双重保证 苗刚稍微放松了紧绷的神经 犹犹豫豫豫 支支吾吾说 爷爷 你想过反了皇帝报仇吗 苗老头看着供桌上的牌位 目光清明 若苗家人被污蔑勾结敌国 我判死也要为他们证明 但苗家人用自己的智慧破了局 无论你滴鸟 还是其他在那场大战中折损的小兵们 他们从进入苗家军内科开始 就已经做好了马戈果师的准备 他们要的是家国永安 他们是为自己的理想战死 我去报什么仇 苗刚明白 爷爷是想让他 当个普通人 围着柴米油盐 好好活下去 一转眼 又到月底一枕 苗刚捡回来的音音姑娘 也跟着到医馆帮忙 从未去过的小松鼠也跟着 小松鼠和音音不合 确切地说 是小松鼠单方面对音音有敌意 自从音音在家里住下后 小松鼠总是挑到高处 紧盯人家 好似音音是作恶的坏人 苗刚特意观察后 音音只是一个天真热心的小姑娘 不过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些 他跟小松鼠说过很多次 要好相处 小松鼠每次都拿屁股对着他 他想着小松鼠是不是极度音音长得太美 但小松鼠是公的 怎会极度姑娘的美貌 想不通的苗刚莫在多观 不管小松鼠对音音有多大的敌意 怕一小小动物也伤不了音音分毫 再者 音音也不介意小松鼠的敌意 每天乐呵呵找吃的头尾 吓得小松鼠蹦老远 一诊最后一天出事了 一位第一天来一诊过的大审来医馆大闹 拥一 你害人不浅 将我家乡公月一月中 若不给一千两银子赔偿 我们官府见 医馆开张已有无载 每月都一诊 至今从没出过差错 医馆里无论是学徒 还是药童 又或是洒嫂的大娘 都是认真谨慎之人 按理来说 不会出现越医越重的事情 一诊的大夫除了苗刚 另一位是医馆的坐堂老大夫 苗刚自信经自己手的病人 无论是诊脉还是用药情况 他都不会弄错 而坐堂老大夫 他不仅品行高洁 医术医德更是没话说 他肯定也不会整错 那么 问题只可能出现在闹师大婶身上 苗刚倒了杯茶水给大婶 柔声安抚他情绪 跟他承诺 当着乡亲们的面 你将事情仔细说与我听 若真是我们的责任 我会赔 查了诊断记录 看了抓药单子 询问了大婶熬药细节 这些都没问题 苗刚吩咐一伙计跟着大婶回家 将大婶的相公背过来 再偷偷将大婶家的药渣带来 给大婶的相公诊脉 便认药渣 苗刚发现这副药根本不是他开出来的对症药 大婶却坚持说 药就是在医馆现拿的 随后他还拿出医馆开的收据 苗刚突然想起 那天茵茵跟着来帮忙 药童把药抓好 是茵茵负责送到病人手里 这磨一想 事情就明了了 让药童拿来诊断单子 苗刚根据药诈 找到拿错药的另一位病人 刚好是撒扫的大娘 苗刚着急忙慌问大娘 你吃完第一天一诊拿的药 有没有感觉不对劲的地方 大娘有些羞怯 懦懦地说 苗大夫 我是慢性病 这几日家里忙 还没来得极微药喝 等过几天 我得空吃了药 再告诉你效果 苗刚按下狂跳的心脏 大大松了口气 大娘要真的吃了那副药 会出人命的 最终 苗刚承诺免费帮大婶的相公治好病 又给了一百两银子补偿 这事才结束 茵茵被吓坏了 眼泪啪哒啪哒止掉 手足无措 站在苗刚身前道歉 苗大哥 对不起 我明明是来帮忙的 反而给你添麻烦 这魔个叫滴滴的姑娘 哭得梨花待雨 孩子则道 下着自己手心 任谁看到都会心疼 苗刚也不例外 他本来打算说阴阴击句 看他哭得可怜 只好把到嘴边的斥责之语 默默咽下去 不仅如此 还要反过来安慰阴阴别哭 小松鼠又在边上上蹿下跳 不断用小小的身体撞苗刚身上 眼睛愤怒的快喷火了 苗刚当莫看见 莫里 一诊结束后 苗刚又将重心放在研制新的解毒药方上 想快点解开爷爷身上的毒 恰逢阴雨天 医管人不多 有座唐大副坐镇 加上学徒和药童 苗刚不去也可以 这天晚上 苗刚正在写药方 小松鼠钻进药室 叫声格外尖锐 一起生活十多年 苗刚从未见过这般暴躁的小松鼠 心里不由也生出一股心烦 见小松鼠吊着自己裤脚看着外面 苗刚放下写了一半的药方 抬不往外走 像奇迹一样 小松鼠不再乱叫 苗刚眼睛一转 好起前面的小松鼠抱在怀里 轻声问道 琥珀 你是不是想让我跟着你走 是的话 就像我一样点点头 小松鼠竟真的点了头 他将苗刚带到厨房 刘婶在里面烧起了旺旺的火堆 整个厨房暖融融的 银银正一边烤火 一边给火堆里的红薯翻面 场景挺养眼 苗刚暗想 难道小松鼠想吃红薯了 想让我为他讨要一个 下一瞬间 苗刚瞳孔紧缩 他从蒙龙山踩回来 灾远墙边的两株草药 如今正在阴阴脚边的陶瓷盆里栽着 被大火烤的叶子都烟疤了 苗刚跑过去抱起陶瓷盆 左右确认草药是否还活着 阴阴笑着凑近 苗大哥下雨天冷 我就把你经常照看的草药 移进来烤烤火 不然冻坏了 可如何是好 满满等待夸奖的语气 激怒了苗刚 他难得情绪异常激烈 吼道 谁要你烂好心多管闲事 草药那么娇贵 都被烤坏了 阴阴又阴阴阴地哭了 这次是被苗刚争吟的表情 愤怒地吼声吓哭的 他本能地后退几步 小声道歉 苗大哥 我不知道草药那么容易坏掉 对不起 对现在的苗刚而言 他最不想听见的声音 就是音音的 明明是他做错了事 却哭得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苗刚抱着草药 去找姜亭 寻找挽救办法 姜亭摇头 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 小刚 盆里的土都烤热烘烘了 这两株药材 算是废掉了 怎么回事 苗刚三言两语 把事情讲了一遍 两个大男人 就这样红了眼眶 眼神绝望 阴阴找了苗老头过来 苗刚目自欲猎 拽着茵茵的手腕 要将他赶出去 被苗老头喊住 将茵茵打发回寝室 苗老头叹气 我大概命该如此 你们不必为我惋惜 特别是小刚你 别内疚 从那天起 苗刚整天往外跑 到处跟人打听 哪里有那种草药 都有点磨症了 一个月悄无声息过去 草药仍然没有着落 苗刚打算再去朦胧山碰碰运气 这时他才发觉 他已很久没见小松鼠 家里上上下下找遍 还是莫影 苗刚不再强求 想等明天上朦胧山回来 再找小松鼠道歉 给他买好吃的 半夜 苗刚迷糊中摸到一手毛茸茸 还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血腥味 他惊得立刻坐起来 摸索着点亮烛火 只见小松鼠浑身是斜躺棉被上 嘴里吊着一根黏着泥土的草药 气息奄奄 苗刚的手控制不住地抖了抖 轻轻拿走草药 端了盆温水进来 小声念叨 琥珀 你别睡 我会努力救你 你要撑下去 说到后面 哭腔越来越重 他擦拭完小松鼠身上的血 拿了最好的药味小松鼠包扎 还为了一颗治内伤的药丸 安置好小松鼠 苗刚拿着那颗草药 看了好一会 仰头用右手手掌盖住眼睛 伤得太重 小松鼠昏迷半个月才行 苗刚震惊到嘴巴都喝不拢 他养了十多年的小松鼠 受了一次伤 竟开始说人话 他开口第一句话 是问那颗草药活着末 整得苗刚一大老爷们 瞬间红了眼睛 小松鼠声音有些虚弱 谢谢你当初救下我 安忍 你别害怕我 其实我是仙界天君宫殿里的小松鼠 下凡立完结就能化人性 怕苗刚不相信 小松鼠声音越来越小 世间万物 各有各的缘法 第一次见到小松鼠 苗刚就觉得 他比一般的小松鼠聪慧 原来是他仙界小松鼠 这一道也说得过去 苗刚疑惑 头偏向右边 钉钉看着小松鼠 那你为什么突然会说人话了 小松鼠眼睛咕噜噜转了好一会 有些为难地说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 下凡后我的法力全部被封 我跟普通松鼠莫杀区别 突然会说人话 我估计跟这次采药知识有关 为了采到要救你爷爷 我差点小命不保 这可能是立了其中某中节得到的福利 苗刚右手托着下巴 若有所思 那是不是你立完一节 法力就会恢复一点 左思又想 还真有可能是这样的 第二天 苗刚扎进钥匙 谁也叫不出来 江平借着夜色龙盖 悄无声息 溜记钥匙 看着苗刚正在做夹死药药丸 苗刚讲了一遍小松鼠历节的事 又凑近江平说 师父 琥珀说音音是天界恶神 主灾祸 靠近她的人都没好下场 据琥珀说 好几百年前 音音就吓烦过一次 缴得人戒声淋涂炭 死伤无数 这次大概也会这样 我得提早做准备 死顿远离她 也是怪我 出狱时 琥珀不让我救她 我没听 后来她搞混病人的药 把爷爷解毒的草药烤坏 琥珀用尽全力提醒我 我却没在意 现在真是请神容易 送神难 江平思考片刻 先解了你爷爷的毒 苗老头吃完解药的第三天晚上 家里闯进来一大批蒙面人绑住她 问她要隐蔚令牌 撬不开苗老头的嘴 蒙面人将苗刚和江平也绑过来 一无所获后 他们才离开 离开之前 掳走了长相惊艳的茵茵 苗刚高兴地多打了一套功法 可惜 苗刚高兴不到三天 茵茵不仅自己跑回来 还带回一个气质出众的男人 苗老头不会认错 男人是隔壁渊国皇帝最受宠的皇子 这人伪装身份进入他国 好巧不巧住进前镇国将军的家中 说巧喝珠都不信 说巧喝珠都不信 未探出邻国皇子的目的 苗老头和江平整天跑查楼听故事 留时间和空间给他作怪 几天后 苗老头发现书房和卧室都被翻过 连苗刚的医馆也被暗中搜过 这可气坏了苗刚 苗老头却笑得灿烂 他好像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了 无论是那伙蒙面人 还是这邻国皇子 他们的目的应该是找尹卫令牌 苗刚悄悄问 爷爷 尹卫令牌是啥 苗老头指了指苗刚的脖梗 你带着的坠子就是尹卫令牌 也是号令护国军的令牌 苗刚呆愣住 半天才结结巴巴说 爷爷 你就不怕我把坠子弄丢吗 江平笑得很大声 小刚 你忘记自己小时候 喂救小松鼠 把坠子给三个调皮小孩把玩 被你爷爷 差点把手掌打烂 你真敢弄丢 你爷爷非揍死你不可 小松鼠比较好奇护国郡的事 苗老头说 那是他们家培养的一只国之精锐 海燕和青石隐藏起来 他国来饭食 若明面的苗家军敌不过 便会让他们出来救国 护国护民 挽留朝廷危难 每一代护国军的领头人 都是由护国将军选定 然后交给尹卫 由尹卫送进护国军 一年到三年 若选定之人能得到护国军的认可 那人就是护国军的领头人 苗刚猛猛地问 如今另排在我这 爷爷 你是想好了选择我吗 苗老头点头 不然你已为我吃饱了撑着 从小就对你要求严厉 要你文武双全 江平插画 小刚坐得假死完 刚好派上用场 可以坐局假死脱身 进入护国军 这主一身得苗刚心 苗老头也赞同 殷殷不愧是恶神 这才几天呀 引来邻国皇子 又引来当朝太子 一时间 苗家小院热闹非凡 太子来干嘛的呢 他是来追妻的 太子与殷殷相爱 但殷殷一个孤女的身份 连做侍妾都不配 未跟殷殷在一起 太子娶帝王满意的 世家女为正妃 换殷殷陪在她身边 得知太子被赐婚 殷殷赌气出走 苗刚觉得 这太子过于儿女情长 这样的人 怎么带领朝臣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小松鼠提醒道 按照恶神下凡 搅动风云的一贯做法 接下来 太子会因为吃醋 杀了邻国皇子 引发两国交战 死伤无数 这可不行 百姓好不容易 过上几天平静日子 怎么能因为个人感情 毁于一旦 苗刚和苗老头一合计 给邻国皇子下了药 让他忘记有关殷殷的一切 然后快马加鞭给他送回渊国 还给渊国皇帝写了一封信 大概意思是好好管教皇子 太子和殷殷这边 苗刚让他们生米熟成熟饭 把殷殷弄进东宫做侍窃 后宅里有的是折腾人的手段 就让殷殷跟太子的一众女人斗去吧 这样 殷殷就不会搅担两国交战 处理完殷殷的事 苗刚一家准备吃假死药 逃顿近乎国君 小松鼠不知道自己的节力没力完 准备继续跟着苗刚走 出发前 一道金光闪过 天帝问小松鼠 要不要回天宫 小松鼠想留下来 历劫还是要实诚 不然修为不牢固 其实 小松鼠是玉帝特意丢下来的 恶神下凡 他算到人界劫难将至 希望就在苗刚和苗老头身上 于是便以历劫的名义 让小松鼠来他们身边保护他们 天帝不可插手人间事 他不愿看几百年前人间的惨烈 再次上演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送了不起眼的小松鼠下来 最终扭转局势 如今 人界新的帝王星亮的惊人 已燃盖过恶神的光芒 百姓们今后会有好日子的 小人物也有大作用 只要放对未知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将丑妻推和李 倒夜乡婆婆叮嘱说 晚上睡觉别妥协 在淮行村有对母子 儿子名叫王善 是个木匠 但王善可不是从小拜师学 已当的木匠 而是为了生计 莫办法之下才当的木匠 平日里帮人家打打木区 赚点微薄的收入 王家以前可是个大户 王善也是个书生 想要专心苦读 以后能报效朝廷 但屡自相视为终 且家底也没了 无奈之下 王善才当起了木匠 这天王善给母亲李师喂药 李师说道 善儿 喂娘可能赔不了你多久了 你就答应了吧 娘我不答应 从小到大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但请述这件事 还不能答应 王善无奈说道 听到这话 李师气得一直猛咳 王善献死 急忙说道 娘你别生气了 我答应了 我答应了还不行吗 见儿子终于答应了 李师才缓了下来 语众心长地说道 你放心 喂娘不会害你的 林香可是个好姑娘 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的 王家以前可是大户人家 但自从王善父亲去世后 李师因受不住打击 磨多久就重病缠身了 王善以前乃是个书生 经常和一些狐朋狗友 一起吃喝玩乐 每日都出入烟花柳相之地 再加上李师生病后 花钱给李师买药治病 以至于每两年 王家的家产就被掏空了 而王善为了生计 这才当起了木匠 可虽如今已落魄 但王善还一直自持着 以前自己殊胜的身份 想要去美貌的大家闺秀 但如今王家已不复以往 那些大家闺秀 自然不愿嫁过来 陪王善一起吃苦 李师托媒婆说亲了很久 才有一家姑娘 不嫌弃如今落魄的王善 愿意嫁过来 那姑娘正是隔壁村林渔夫的 女儿林香 虽为人情快心善 但却是个麻子脸 王善得知母亲给自己说的亲事 对方居然是个麻子脸后 是百般不怨 直到如今 怕把母亲祈祷 王善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 在李氏的操办下 王善和李湘不久就完婚了 在两人新婚的第二天 李氏悄悄把王善叫到屋里说道 儿啊 林香是个好姑娘 你以后断然不可恶了人家 不然为娘九泉之下也死不瞑目啊 你放心吧娘 我会好好待娘子的 她现在既然已是我的内人 我就会一辈子对她好 王善回道 听到儿子的许诺 李氏也很是开心 几日后 李氏突然离世 王善悲痛欲绝 整日以泪洗面 林香见此就一人操办完了婆婆的后事 林香很是持家 也很遵守父道 自嫁过来王家后 每日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一个月后 这天晚上欲要休息之时 王善说道 娘子 我想要继续用心苦读 以考取功名 只要我考上功名了 以后就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不知你一下如何 听到相公的话 林香知道 这是相公心理 一直放不下的事 于是便说道 嗯 相公能有此报复 我相信 相公一定能考上功名 就这样 王善开始 每日寒窗苦读 连木匠活也不做了 林香为了补贴家用 只要有空闲之余 就会帮人家做真闲活 除此之外 还找了一份到夜香的活 整日忙里忙外 不得空闲 除此之外 还要每日准时为王善做好饭菜 以防恶住对方 在林香的支持下 王善每日专心苦读 最后果真高中相识 成为了举人 自王善成为举人后 来王家八戒的人不计其数 因为王善成为举人了 以后就会有当官的机会 如今先和王善把关系处理好了 总归不是坏事 这天张祥来请王善到黄酒楼喝酒 等王善一到 才发现林灿也在 以前王善家有钱的时候 经常和张祥 以及林灿 一起入出风月之地 吟试作对 只是自王家落魄后 张祥便不再理会王善 逼之不及 只有林灿偶尔还会与王善联络 王善刚一坐下 只见张祥拍拍手 就从一旁的乡房里 走出一五妹女子 一举一动都设人心魄 把王善和林灿都看吃了 张祥一个眼神示意 女子便走到王善身旁坐下 身子一软就倒在王善怀里 见此 王善不解问道 张兄 此举为何意 哈哈 王兄 此女子名为艳阳 不但美貌倾城 且还是大家闺秀哦 兄弟我觉得 只有像王兄这样的才子 才能配得上 燕娘这样的家人 所以兄弟我斗胆 把燕娘送于王兄 望王兄收下 张祥一脸恭维说道 看着怀中的燕娘 王善很是心动 但想到家中的妻子 王善眉头紧索说道 多谢张兄美意 只是我家中已有 王善话未说完 张祥便俯身到王善耳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随后只见王善的眉头舒缓开来 然后举起酒杯说道 张兄此计甚好啊 来 今日不醉不归 几个喝酒 做乐了好一会 献王善已醉眼朦胧 且眼神一直飘向燕娘 张祥递过一块牌子说道 王兄兄弟我今日不胜酒力 我要回去歇歇了 我让燕娘送你回去休息 改日我们再聚 听到这话 王善借过牌子 开心的说道 还是张兄懂我呀 今日我也有点不胜酒力 那我就和燕娘回去休息了 说完就搂着燕娘和张祥等人 一并走了出去 不料刚出大门 王善一时莫注意 跌倒在地 正巧林香此时 推着装满夜巷的车子经过 献相公摔倒在地 林香急忙上前 扶起王善说道 相公 你默示吧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 走 我扶你回家歇息 王善甩开李香说道 走开 你是谁呀 我可是王举人 你一个到夜巷的村妇 也妄想高攀于我 见相公如此 林香说道 相公 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是林香啊 说完又要上前搀扶王善 可王善却大吼道 我管你真相假相 本公子是你能碰的吗 快走开 本公子自己回家 说完就晃晃悠悠的要往家走去 而此时张祥也捂着鼻子在一旁说道 就是 你一个到夜巷的乡村农夫 竟敢妄想高攀 快推着你的夜巷走 全身臭烘烘的 说完见王善已经走了 便拉着烟阳离去 过一回后 林香回到家坐到一旁 王善善 王善见此便安慰道 娘子 今日之事 实属实出无奈啊 你也知道 我现在可是举人 以后可是有望 能当官的 要是让人知道 我有一个到夜巷的妻子 那以后肯定会对我不利啊 哎 相公 我没有生气你今日所谓 只是怨我自己 怨我给你丢人了 要不我不干收夜巷的活了好不好 林香一脸愧疚说道 那可不行 到夜巷的活你该干还得干 不然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对了娘子 我听说梅子和对面 有一郎中很是厉害 只要能求到她的药 说不定你就能怀上了 王善急忙说道 好 那我就继续干倒夜巷的活 然后再多接一些灵活干 你放心相公 我绝对不会让你饿倒的 相公 既然你刚刚说的 那郎中如此厉害 那我们明日便去一趟吧 林香害羞地说道 梅子和丈宽约二世有余 河面水流湍急 且常年河面伴有狂风 河底暗礁众多 有很多渔民都不敢轻易到梅子河打鱼 因为一旦不慎从河面跌落 就算惊艳老道的渔民都难逃一死 早上两人来到梅子河旁 见有鸡鸣渔夫正在河边捕鱼 于是两人便坐等船只 这时王善突然说道 娘子 等下我们租一条船自己去就行了 你看景色如此优美 你常年干活甚是劳累 自嫁给我后 从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 今日我想与娘子独处 就当为娘子赔罪了 不知娘子可否愿意 听到相公的话 林香内心很是触动 如今有了相公这句话 之前所受的苦都值得了 看着王善 林香说道 相公严重了 一切全凭相公做主 两人等了好一会 终于等到一渔夫打渔完了 于是王善便上前和渔夫交谈起来 两人交谈许久 渔夫才同意把船租给王善 不过正当两人坐上船 想要划船离去之时 渔夫开口告诫道 两位 你们听老夫我一句劝 要是划船到一半 河面的风太大 你们就返回来 切莫继续往前 说完 渔夫就走了 连同其他渔夫已并离开 听到老渔夫的话 林香谢过渔夫后 王善便划着船慢慢离去 船划到差不多到河中心时 王善突然说道 娘子 你坐船言吧 听说坐船言会更加舒适 你放心吧 此刻莫风 莫是的 林香见今日确实没风 且他本就是渔民的女 女儿坐船已是尝试 于是便坐到船檐 开始享受微风拂过脸庞的清爽 船划到河中央 趁着林香不注意 王善直接一把把林香给推掉河里 随后自己划船返回 全然不顾在河里挣扎的妻子 回家后 回家后王善与人便痛哭 说妻子不慎跌落梅子河了 连一体都找不到 要是找不到妻子 他这辈子都不娶了 慢慢的 这件事就传到了当朝皇上的耳里 得知王善竟然是个如此重情重义之人 且如今已是举人身份 于是辨认其当怀阳县的县令 这天林灿家人突然来报案 说林灿昨日上山采药后便失踪了 王善听到此消息后便派牙役去找 可把整座山都翻遍了 也不见林灿的身影 自王善当上怀阳县的县令后 王善和张响的关系就越发好了 王善每日都会在张响家里和张响喝酒 这日王善刚从张响家喝完酒 准备往县衙走去 不料这时身边经过一道干水和夜香的妇人 妇人在经过王善身边时 突然轻声说了句 今夜别脱鞋和脱衣服睡觉 说完妇人匆匆推着车子离去 晚上王善正在看着县衙的卷宗 燕阳从背后抱住王善说道 相公 人家跟你争抹酒了 你什么时候娶人家 给人家一个名分啊 听到这话 放下手里的卷宗 王善把燕阳拥在怀里说道 燕阳 我不能光明正大迎娶你 也不能给你名分 除此之外 该给你的 我都会给你 因为毕竟当年是幸亏有了张响兄弟的妙计 我如今才能坐上这位置的 要是我大张旗鼓娶你了 那我就是属于欺君之罪了 燕阳听到这话不再言语 拉起王善说道 相公 我为你宽衣休息吧 时候不早了 好的 那我们就早点歇息吧 说完 王善就站在燕阳身前 等着燕阳为自己宽衣 可这时 王善突然想到 今日妇人说的话 于是便止住了燕阳的动作 随后说道 燕阳 我刚想起来 我今夜还要处理一些事物 我等下去书房 你今晚自己睡吧 我先走了 你早点歇息 说完就走了出去 三更之时 王善正在翻阅卷宗 突然看到门外有人影晃动 王善现此便开门跟了出去 只见燕阳捏手捏脚地往花园走去 儿子时早已有一个身穿夜行衣的男子 在等着了 男子陷到燕阳后 便把自己的脸巾摘下 不料赫然竟是张响 张响把燕阳拥在怀里后问道 王善给你答复了吗 或是你把它除掉没有 药膜为我们所用 药膜就除掉 我感觉他应该是发掘什么了 但最好还是要把王善和我们紧紧绑在一起 这样以后我们行事才会更加方便 听到这话 靠在张响怀里的燕阳轻声说道 没有 他虽和我同房 但却从未碰过我 也一直不肯说出明确取我的时间 我刚本想趁着他睡着之时除掉他 但奈何他今夜有事睡书房了 嗯 你自己看着办 反正你一切抓点紧就行 曹知府那边最近也在督促此事 实在不行就给他定个大罪 反正不能让他成为我们荣华富贵之路的挡路石子 张响一脸阴沉地说道 躲在暗处的王善听到两人之间的对话 一切已撂然于胸 本想再多偷听两人之间的对话 但奈何燕阳和张响的对话已经完了 此刻燕阳正往自己的方向走来 王善献此只能急忙离开 这天王善正在家里吃饭 不料却被曹知府带人闯了进来 直接把王善给抓了起来 并在王善的家里搜出大量王善勾结外族的证据 除此之外还搜出了很多金条 就这样王善被关进了大牢 不日就被处以死刑 这夜王善正坐在墙角 只见张祥和曹知府走了过来 张祥看着轮位接下囚的王善 南眼喜色知情地说道 王兄 我知道你肯定是发现了什么 我明理暗理也早已提醒过你 你为何如此愚钝呢 要知道良秦择目而欺呀 亏你还是个读书人 这抹浅显的道理都不懂 哈哈 张兄 你还是忍不住了是吗 可我告诉你 我王家世代未官 世世代代都是清官 你想让我和你一起出卖祖宗 你痴心妄想 王善看着张祥愤怒说道 听到这话 曹知府走了过来 看着王善说道 我知道你王家世世代代都是清官 都是好官 可现如今你又得到什么了呢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要是你愿意效忠大汉 我会启奏皇上 说你是被冤枉的 然后让你出去 以后你还是淮阳县的县令 不知你意下如何 妄想 我告诉你 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会背叛大宋一天 王善看着曹知府 一脸坚定地说道 好好好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效忠大汉 等大汉带兵打了过来 你与我皆是开过功臣 美女 财富 权力 全都想之不尽 可惜了 既然你决心一条道走到黑 那你就去死吧 曹知府一脸阴沉地说道 说完就对站在一旁的两名狱卒 摆了一下手 该死的人是你 真是想不到 我大宋子民 朕的臣子居然按截翻邦 真好 话音刚落 边见皇上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名大臣和一众士兵 杨庆把这两个逆贼抓起来 皇上转身对站在一旁的大臣说道 杨庆一白手 身后的士兵就上前把曹知府和张祥压在身下 曹知府现此还想狡辩 不料却被皇上呵斥到 朱口 你刚刚所言 朕全听见了 莫非你以为朕是龙了吗 说完就让人把曹知府和张祥给压了下去 而这时杨庆也把王善给放了出来 并说道 王善 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杨树 这本是为人臣子该做之事 拾君之路 解君之忧 王善回道 说完便欲向皇上下跪行礼 可不料却被皇上给拦了下来 并对王善说道 王爱卿不必多礼 你快出去吧 大牢外还有人在等着你呢 听到这话 王善谢过皇上后便走了出去 大牢外站住两人 赫然正是林灿和林香 走到林香身前 看着林香和林灿 王善说道 走 娘子 我们回家 林兄 你随我一起回去 我们好好喝一杯 原来王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想要揪出勾结外族的奸臣而已 杨庆和王善的父亲本是同了多年的好友 有次杨庆得知有人勾结一族 于是便开始暗中调查 不料却查到了张祥 此时杨庆发现自己昔日好友的儿子王善和张祥是好友 于是便暗中找到了林灿和王善 想要给张祥演艺出席 引出背后之人 恰好王善刚成为举人 于是林灿便去找到张祥 哄骗张祥去巴结王善 以防王善以后当了大官 而张祥听到林灿的建议 也觉得言之有理 毕竟他们现在所作之事 把越多人拉下水越好 至于把林香推下水 是因为王善知道 当时肯定有人暗中观察自己 为了得到张祥的信任 王善便找妻子商量 演戏演全套 林香乃是渔民之女 从小水性就很好 显得日王善所选之地不远处 有一团浮连 林香落水后 向芷幸挣扎了击下后 就游到浮连中间 待过了一会之后 林香就被其爹爹划来的小船所救 为了帮助相公 林香把自己扮丑 当其乐道干水和夜香的丑婆婆 以此借机混进张府 有次听到张祥想要除掉林灿 因为林灿得知她的秘密 于是林香便通过王善 把这消息告知了杨庆和林灿 经过商议 林灿在手上戴上一种特殊的袖套 发射后就能射出钢筋卡住 于是林灿便当住张祥 探子的面装坐不小心坠崖 随后等探子走后 林灿便偷偷爬上来 然后躲了起来 而王善为了让张祥相信林灿真的死了 于是便派牙医去找人 而那夜王善能逃过一劫 也是因为林香偷听到张祥和燕阳的秘密 发现他们想除掉王善 于是便趁着到干水时提醒王善危险 不久因证据缺凿 张祥和曹之府都被处死了 而燕阳则被流放 经此一事后 皇上也很欣赏王善的能力 于是不久之后 王善就接任了曹之府的位置 此后 王善便和妻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不久林香还为王善生下了一个儿子 许名为王家儿 截言 自古以来便流传一句古语 遭抗之妻不可弃 遭抗之妻家重宝 文中的王善虽取林香乃是无奈之举 但此后仍旧深爱自己的妻子 纵使面对美色诱惑 王善也能洁身自豪 不作父亲之人 而张祥虽自觉自己是个聪明之人 不料机关算尽却不知自己只是个笑话而已 到头来反倒把自己给算了进去 这虽是一则小故事 但还是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雄时不挑七 富时不弃七 不当言语的聪明人 只当沉默的智者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